大家好 歡迎加入今天的運動 首先我們先來熱身 拿你的右手指尖盡量靠近你的左腳 左手指尖盡量靠近你的右腳 如果大腿後面感覺到非常緊繃的話 可以稍微彎曲你的膝蓋 記得一面做一面調呼吸喔 真的摸不到腳尖沒有關係 每個人的柔軟度都不一樣 重點是每天持之以恆 你的進步會超乎你的想像 加油! 下一個動作 由核心發力把腳往相反的手踢 踢上去瞬間 大腿後側感到一點點緊繃是正常的 這個運動是為了所有台灣人所設計的 最主要是希望強化各位的下盤 就算你沒有時間去健身房或是出外運動的話 只要每天跟著我做7分鐘 也能夠避免因為坐辦公室坐太久而屁股垮掉 或是因為下盤肌力不夠 每次跌倒就很容易受傷的情況 踢腿完就開始半蹲 記得半蹲的高度 每個人都可能不一樣 如果今天真的蹲不下去的話 站高一點點也是沒有關係的 重點不在你某一次能蹲得多低 而在你能從頭到尾做完這7分鐘 半蹲完不要急著站起來 把重心慢慢移到你的右腳 然後慢慢的把左腳抬起來 記得保持右腳的穩定 然後慢慢再把左腳放下去 再把重心慢慢的移到你的左腳 把右腳抬起來 慢慢的放下去 然後重複這個動作 去享受你屁股跟大腿的灼熱感 距離翹臀小尻 又更進一步囉 加油就快結束了 等一下就可以站起來了 還有3 2 1 好 慢慢提起你的右腳 身體儘量與它保持一直線 直到這條直線跟地板呈現水平 然後再慢慢回來 接著就換腳 身體與左腳保持一直線 慢慢前傾 然後回來 很好 記得控制非常重要 不但控制你身體的平衡 也要控制你的心跳跟呼吸 很好 接下來我們來玩 蘿蔔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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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蘿蔔蹲 記得速度不是重點 沒有人在跟你比賽 但是你最大的敵人 是你腦袋後面那個懶惰的聲音 但現在你動得越勤勞 它的影響力就越來越小 加油 很好喔 現在開始小跑步踢屁股 盡量用你大腿後側的力量 把你的腳跟勾到能踢到屁股 踢不到也沒有關係 只要盡力就好 把剛剛大腿累積的乳酸 用輕快的腳步去代謝它 記得調呼吸唷 接下來 反向的弓箭步 非常厲害 七分鐘的運動 你已經做超過一半了 在咬緊牙根 終點就在前面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感覺你的屁股好像是往後去做一張椅子 後腳只是輕輕地點地 幫你保持平衡 基本上大部分的力量都在前腳上面 加油 又回到半蹲 接下來會很痠喔 如果真的蹲不下去的話 每過幾秒站起來揉揉自己的大腿沒有關係 重點是不要放棄 你就快到終點了 撐下去 接下來 高抬腿 用腹肌的力量 把膝蓋往胸口收 注意腳步保持心快 大部分的力量 都是由腹肌所發力 太強啦 接下來 腳不斷往前踢 配合你的剪刀手 加油 就剩兩分鐘囉 加油 就剩兩分鐘囉 加油 回到半蹲 我知道很痠 而且我也知道有個聲音一直叫你停下來 叫你坐回沙發 叫你躺回床上 但是你用你的意志力叫它閉嘴 所以那個聲音越來越小 那個聲音離你越來越遠 加油 只有你才有資格對你身體發號施力 懶惰跟墮落 都沒有發言的權利 這是我們今天最後一項運動 小雞跑步 維持半蹲的姿勢 然後不斷小脆步 移動你的雙腳 會非常非常的痠 但是這是今天最後一項運動 加油 撐完之後 你就可以跟你自己炫耀 明天照鏡子 你就會是你自己的 Super Model 你就是你自己的小靠男女神 你就會擁有自己夢寐以求的身材 如果真的蹲不下去的話沒有關係 但是不要停下你雙腳 就跟你追求目標的時候一樣 不要停下雙腳 恭喜你 可以開始拉你的左大腿了 最難的部分已經過去了 接下來就是一邊拉筋一邊調呼吸 記得保持你身體的平衡 徹底的拉筋 會加速你明天的恢復 拉完左腳換拉右腳 加油 最後30秒 你就完成了今天的7分鐘運動 怎麼樣 現在汗流夾背的感覺 自己把自己低到極限的感覺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如果你喜歡這類運動的話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每天只需要短短的幾分鐘 你就能達到健康誘人的體態 多多善用留言區 告訴我你覺得這支運動對你來說強度如何 我會在下一支影片多做調整 還有告訴我 你們想強化身體哪些部位 那我們下集見 我是Daren 掰掰 欸等一下等一下 你忘了一件事情 到影片的下面 按到那個讚 我靠 頭也太帥了吧 點他有一個紅色按鈕 按下去就對了 喔 欸你還有時間再看一支影片啦 我跟你講 這支影片超級好笑 欸還有這支 這支影片 掉了 厲害了厲害了 不信你點點看 真的啦你點點看 欸你點點看啊 欸你點點看 欸你點點看 好嗎 好